您好 欢迎收看9月11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现在只要一听到短延时强降雨或者台风雨 都非常容易会引发灾害 昨晚嘉义台南又相当的不平安 而累积雨量两天最多就是落在台南的白河了 紧接着是嘉义的东区都有破300毫米的累积雨量 而全台县市雨量比较集中 还包括有高雄以及云林 尤其又以嘉义的多个区域都有发生了 这个两三百毫米的累积雨量 因此这个豪大雨导致了多处淹水 在竹崎湘土石流就冲毁了十多户民宅 所幸当地居民是全数逃出 不过其中一户人家正在智丧期间 往生者棺木来不及撤离就被土石给掩埋了 另外的积水比较严重的地方 则是在台82线的快速道路 一度水深达到成人高度了 有上百辆车动弹不得 有多人是从警销人员紧急脱困 不过另一处地势低洼 也就是在巴掌溪桥下这个交流道下的 有一个永清二桥 有一台轿车 在今天早上等到积水退去后 才发现了有一台车内的两名长者 则是不幸溺币 汽车都灭顶了民众一脸惊恐 嘉义县永清二桥淹水严重 乘客汽车获救 他水已经挺高了 当我要转的时候 没转 一分钟过后 就开始慢慢淹起来 使用救生艇还有橡皮艇 接触到民众 总共目前是救出有12位的民众 综合交流道 你看整个淹大水 你看那个水的高度 已经快到红绿灯了 巴尔快速道路下 消防队员出动救援 由于加以暴雨 12小时累积雨量达240毫米 永清二桥因为位处巴掌溪下游 地势较低 淹水退去 如战户现场 车子全灌进泥沙 清查时还发现一台乡型车内 有两名长辈没逃出 相关车主在取物的时候 发现有类似人形 通报相关的单位 有警察跟消防来现场 在做事的确认 确定是有两名受困人员 欧卡在现场 至于在嘉玉县竹骑乡 文丰村 也因为豪雨引发土石流 十多户民宅受灾 其中一户刚好智商期间 还好一家人都及时逃出 但往生者的棺材来不及般 被掩埋在土石中 上午国军协助开挖 希望让往生者尽快入殓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好 看得出来呢 今天上午已经雨过天晴了 不过还要带您回顾的就是 全台湾降雨之冠的台南市白河区 昨天深夜一度发出了淹水一级警戒 头前夕的溪水暴涨 山区有多处的严重淹水 醉生有一公尺 消防队紧急出动了救生艇 协助撤离了四十位的民众 目前是全员平安 千呼万唤 消防队搭救生艇 要找出受困家中的住户 台南白河大雨 头前夕暴涨 骑内里传出多人受困 狗狗也害怕不敢乱动 索性人犬均安 休旅车动弹不得 救难队持续救援 把孩子背上身 包括山区的居民都陆续撤离 我们来在狗狗吹水 我也走去楼殿啊 有这么深啊 大概到胸部 他们家后面是有三波壁 所以会比较危险 他们先救啊 受灾腹啊 因为受淹水的关系啊 那水是大概有 一公尺高的深度啊 居民就近往高处避难 这些居民啊 没法到医亲 所以我们会安置在那个虎山小站 也就是那个虎爷度假村 他在那边我们开设收容所 撤离的四十人 有的一亲 也有二十一人 被安置在民宿收容 白河 东山 盐水 新云等地 发生强降雨 多处盐水 入业后雨势转小 大水才逐渐消退 大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持续带您关注 摩洛哥经历百年大震第三天 统计已有2122人罹难 还有2400多人重伤 其中呢 重中之重的重灾区 也就是地图上灰色的这一块 它叫做豪兹省 涵盖了一半以上的死亡人数 所幸这第二大城 马拉卡什当地的国际机场 目前是能够正常的起降了 有利于疏散游客 搭载搜救队员 也能够空运各项的震灾物资 而最让人忧性的 就是下方的这两个地方 包括几乎被灭村的塔菲加特 还有阿特拉斯山脉 沿着山脉的连外道路 全被大石块给阻断了 极度缺乏食物 饮水以及医疗资源 而随着黄金救援期 一分一秒的流逝 当地受困灾民的情况 越发岌岌可危 穿越废墟回到家门口 谁能料到那一晚 是全家人一起享用的最后晚餐 整座村庄几乎被以为平地 这里是距离马拉卡石60公里 豪兹省的塔菲加特 摩洛哥120年来最强震 罹难人数已经攀升到2100人以上 超过2400人受伤 伤亡超过一半都在豪兹省 共有超过18000个家庭受影响 最严重的是阿特拉斯山区 除了塔菲加特村 附近的阿米兹米兹村 同样令人不忍足度 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 许多偏远山村却仍孤立无援 因为巨石阻断去路 大型器具和救难人员都难以抵达 援助物资同样难以进入 一顶帐篷里要挤近十几人 还有不少家庭带着小宝宝 孩子们觉得新奇 大人们却难掩愁容 因为对幸存者而言 考验才刚开始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其实放眼 全球很多国家第一时间 都表达了愿意持缘摩洛哥 但摩洛哥政府 暂时只愿意接受四个国家 包括英国 西班牙 卡达 以及阿联的跨国援助 位处北非的摩洛哥 本来就有非常多的万国观光客 灾后游客有的希望 能够尽考地离开 不占用任何当地资源 也有的游客选择留下来 透过捐热血 捐善款的方式与灾民同在 马拉克时机场外 一如往常车水马龙 到了大厅里面 有的游客打握在椅子上 更多的是躺在地上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睡得好沉 航班起降正常 但要走的人太多 有人苦苦等候 有人幸运订好机票 把握机会 看看马拉克时最后一眼 观光热点马拉克时 不少人按照原定计划 前来走访 残缺建筑 沿街可见 在这艰困时刻 到底该去该留 每个人心中有把尺 虽然远离 人愿千里送爱 选择留下的 不光只是想继续旅程 还有人挽起袖子 响应捐血 地球村无国界 大难当前 国际游客虽然受到惊吓 但也愿尽 绵薄之力 送暖灾民 大海新闻礼遇方便译 农历七月吉祥月 此季在美国的达拉斯分会 也再度举行了 斋戒祈福活动 杏鲍菇切小块 腐皮包蔬菜 再加上麻吉果花生粉 一道一道佳肴 款待会员 与各地好朋友 此季达拉斯分会 每年都在农历七月 举办斋戒活动 此季志工的好手艺 远近十名 许多人慕名而来 现在就请志工上菜 请上菜 马铃薯沙拉 腐皮菜卷 酸菜面肠 还有杏鲍菇炒红椒 营养美味让人食指大动 两位校长也乐意推动素食 餐会也带动大家祈祷 为世界祈福 至于餐费由志工自掏腰包与大家结缘 只希望多一个人吃素 地球就多一份希望 大爱新闻曾兆文 杜维美国报导 马来西亚最贫穷的州属之一沙巴 有一群年轻人跨国送爱 下段新闻回来与您分享 别以为护士丹丹 就能养入虎口 手机 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河上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痛苦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好 我去找你 套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G20峰会 刚在印度的新德里落幕 除了各国的共事要从分歧走到同步 今年的晚宴也非常意外的成为了亮点 不同于以往是以精致的肉类海鲜为主的外交佳肴 今年长期如素也推诉的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 改推出的是满满印度风的全素宴 还主打超级食物小米入菜 借此说要庆祝丰收之秋 但大家熟知莫迪的话都知道 他不仅是国家领袖 更是局具有外交手腕的能人 是以气候变迁议题推出了小米纯素宴 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拉抬印度小米的国际地位 从主食的小米酥一直到甜点的小米布丁 就不难发现了小米是这一次G20晚宴的焦点 印度是全球第一大的小米生产国 同时也是第二大的出口国 加上小米是超级食物 又可以生长在水资源相对有限的贫瘠土壤 耗水量只有稻米的三分之一 有利于解决气候变迁和粮食安全的议题 回到台湾也是关于吃 是开学半个月您家的孩子有开始 抱怨学校里头的营养午餐吗 根据儿福联盟的最新调查就说 国内的学生给营养午餐打了一个 51.3分不及格的分数 主要是因为有不少学校提供加工品 乍物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现在民间就呼吁政府要跟进 其他的先进国家设立营养午餐专法 也要设法让价格更加的透明化 小朋友上课一整天 体力精力全靠午餐来补足 但是营养午餐真的营养吗 而福联盟抽查154所学校 发现超过两成 每周提供诈物两次以上 另有将近四成学校 每周供应至少两次加工食品 都比国建署建议量来得多 虽然中央有制定一些原则 但各县市政府 包括在费用上的补助 或者是执行的相关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每个县市的状态都不同 这也造成说 可能在监督机制上不够完善 台湾营养午餐起源是90年代 为改善逐年攀升的学童肥胖比例 主打 低油 低糖 适当热量 但反观真实上桌的菜色 学生有话说 因为学校最好吃的就是油饭 其他看起来都很奇怪 感觉是什么加在一起要放进去的东西 就是班上同学会对于便当上面的菜 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怨言 会觉得他们品质很不佳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倒掉 孩子的午餐本该有营养师把关 但全台只有不到两城学校有这位关键角色 台湾150万的学生 大约有600位学校公职营养师 人力少 把关难 经费分配不均等原因 把学校午餐跟营养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福联盟发起联署 呼吁政府跟进日韩设立营养午餐专法 并促进价格透明 让孩子吃到真营养 大爱新闻 柳坠鱼 田志中 台北报道 马来西亚沙巴美丽景致之下的哀愁 是普遍的贫穷 沙巴在地慈祭志工早在20年前 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生命关怀之家 而画面中您看到的慈青同学 通通都是来自于台湾 他们主要造访的是这个生命关怀之家 看看当地的妇女如何在贫穷之下 能够在有心人的帮助协助代产 也是一个贴近生命之间的交流 沙巴是马来西亚距离台湾最近的土地 40位台湾慈青国际人文交流团 菲迪沙巴亚币 联合马来西亚慈青一同窥探这块土地的美丽和无奈 比达是生命关怀之家 20年来默默守护着偏远山区的孕妇 让他们在周全的环境下安心待产 当年迎接的第一千名宝宝 现在已经是婷婷玉丽八岁的小女孩 其实这女生她到生产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很危险的 分担了这样子的妈妈们 在这生产之路上面的一个中担 我觉得这个生命之家里面看到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听着那个孕妇她们很开心很喜悦的 讲着她们来到这里过后 她们的接产率提高了 心情真的是会随着她们的开心而感到发喜 树子树叶特别就是 早在慈青到访前 亚币慈青志工邀请重振中学前副校长陈彦琳老师 为生命关怀之家作画 陈老师的创作融入了志工这些年来 对孕妇们的关爱 生命的延续其实就跟一棵树这样子 它是有生命而且炎炎不绝 当然它需要我们的照顾还有灌溉 然后那棵树才会冒生 然后那个根才会真的就跟神蒂固的生长 所以我希望每个慈青的孩子 因为他们老远从台湾过来 他们用他们的双手 变成画成一只蝴蝶 把他们这个爱跟祝福 然后把它拖映在墙壁上面 静百只彩蝶在彼达世生命关怀之家 展示飞舞 代表着来自十方的祝福 随着花香而至 为新生命的降临 持续打气 达爱新闻 谢念祥 吴永贵 马来西亚报道 慈激志工遍布全台 也长期的把感恩尊重爱 不只是挂在嘴边 也落实在分秒的行动中 但您关怀陶原中立这一户七口之家 本身老妈妈和其中的女儿有身心障碍 妈妈平时会大量的捡杂物回家堆放 居家环境相当的脏乱 慈激志工送二手辅具家访的时候 就进一步发现了这一家的困境了 接着是动员大扫除 送进了沉浸光深的祝福 妈妈和姐姐有在吗 好 那我们就先离开 让她先出去 是吗 因为她有点身心障碍 所以我们如果在那边 按照经验的话 她反应会很强烈 我们要让她小女儿 把她很OK的带到外面去逛 然后留下她二女儿 然后我们就配合二女儿把里面的打扫 好 确认妈妈离开 施工才进到屋内 来 这些都可以清的吗 这些 就是这一面 东西堆积如山 走路都有困难 哎呦 没有 你是这么闲出去 你这么不出去 是要怎么出去 塞车的 没有装袋喔 没办法工作 所以她就捡回收 那邻居看她捡 也一直拿给她 现在因为我姐姐 现在生病 所以我是叫她 就是以照顾我姐姐为主 不要再捡这个东西 来 慢慢来 慢慢来 但没得到 物资接力搬到楼下 由市政府环保车载走 堆积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易燃物 有衣服 一些回收的纸张塑胶类 如果发生了一些火警的话 真的是一发会不可收拾 非常感恩我们持续工的会 还有些那种清不到的地方 用不到的地方都 我把我解决真的很幸福 即使带着护腰汗流浃背 大家甘之如鱼 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层一层的一个 应该是叫做烦恼垢 把它的烦恼去除 点滴的汗水 希望我们能够铺层层清凉地 杀有妻 换电灯灯泡 五子焕然一新 希望这个家有全新的开始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徐生胜 廖坤聪 马嘉瑞 桃园报导 就是有这么一群可爱的有心人 有情人 才能够让台湾 变成一个爱新汇聚的宝岛 其中在一张画 也有这么一对 慈继志工夫妻党 他们是施文斌和杨秀莲 本身是经营五金工厂 而二十年前呢 早就把自己的一块土地 无偿地提供给慈继做 环保 勤根 福钱 而现在呢 其实呢 先生早在四年前 就已经癌症往生了 太太承接了先生的遗愿 不仅要成为大体老师 也天天都来勤根 环保 这样做回收 她说要把先生来不及做的份 通通一块地延续下去 这块地本来是我和先生 花了五六百万买下来 实际有需要就提供出来 开始找工人来填土整地 还有弄围墙 整个都自掏药包的 环保扇启用二十年菩萨招生 她就如果看到我 她有一个地 在祝福祖堂里输用 我叫我用就来 那来总调的 夫妻俩开辟环保福田 广结善缘 但无常来得突然 二零一九年四月 先生癌症往生 杨秀莲圆圆满了先生 成为大体老师的遗愿 她这样专心做指寂 就是把思念跟悲伤化成动力 我会觉得我带着她一起做 她本来想说退休之后要做 结果没机会了 我就跟着她的份一起来做 觉得很心安 基善之家有余庆 杨秀莲的人生家业和儿女事业 同样圆满 她把世间财化作功德财 从高堂自身子女到孙子女 一家十一口都是溶洞 做善事是我们的传家宝 一路下来觉得人生 就找到那个价值 就不能丢 就要一直传下去 大爱新闻 张泽仁 欧阳光辉 彰化报导 接着关心下午各地的天气状况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武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场城市奏鸣曲 我是刘芳雨 我们明天见